他说AlphaBeta是一条二次方程的根 要你找Alpha加Beta 这一定是什么? Alpha加Beta 等于多少Alpha加Beta? 没错 Alpha加Beta? Alpha加Beta是负B over A 即是多少? 负B over A 负5 怎会负5? B是多少?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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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乱来的? 我看错了 B是多少? 2加3 错 B是多少? C C B是? C 5 负5 所以如果你负B over A 即是多少over多少? 郭光 我说 你负B B B就是负5 负5 over A 3 还负5? 真的不是 B是负5 前面有一个负 对,我差一个负 读多一次给我听 你专心一点行不行? 负5就是over A 3 读多一次 是负5 负5 over 3 就是5 over 3 就是5 over 3 好了,你不要再错了 我今天不给你上课了 好了,Alpha Beta呢? 是 是 0 over A 即是多少? 0 over A 是3 over 3 即是1 好了,黄俊宜 这条是怎样做? 0 over Alpha 加Alpha Beta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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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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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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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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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块减一块 这三块就会变成 alpha加beta的all square 太王问,所以alpha加beta代多少 我这一层 一定代5 over 3 alpha加beta alpha乘贝塔呢? alpha乘贝塔多1 没有法律的 第六条,第六条比较深的 第六条,你留意 这里是 你发现这条像什么样? alpha加beta是深的 他找到那一块 alpha乘贝塔就是个点 好,反过来说 我们怎样理解这块 就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alpha不等于beta 即是那两个是不同的数 alpha和beta是相义的 不同价 第二件事 但是呢 它代了一条色 是等于那一块 所以你可以自知为 alpha和beta是 root 就是根 中文叫根 x2 等于4 x3 把这条色调一调位 x2 2 2 alpha和beta 所以 其实你看到 我代了它是等于0 我代了 你代了alpha和beta 是等于0 所以它就是一个根 根本身的定义就是这样定 就是能够代入 在这条色里令到它成立 这是一个定义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代入是0 即是这两个是根 它要找这两个 alpha加beta是多少 就是 就是 黄敦言 alpha加beta 就是 4 是的 就是4 负负4 alpha乘beta呢 负负3 负3 是 负3 是的 所以alpha加beta 减两个alpha beta 其实那条色 就会变成 4 2 等于 没有等于0 等于4 减2 乘负3 所以6 这个是10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你发觉 原来我们那里 奇妙警戒 就是那个方法 可以这样去提一个问题 那我停了报告